先来泡发一些干香菇 再准备半斤老豆腐 用弄的豆腐也可以 还有100克鱼滑 用香滑也可以 泡发好的干香菇切成小丁 切好了加到豆腐里 再来切一些葱花 然后来加入盐 胡椒粉 一勺淀粉 还有一个鸡蛋 最后再来少许芝麻油 用手把豆腐捏碎 然后抓均匀 好了可以了 取个平底锅 加入适量油 然后把调好的豆腐糊 一勺一勺的舀进来煎 记得不要太厚 翻过来把两面都煎到金黄 切到两面金黄 按压比较有弹性 就熟了 重新起锅 加入少许油 把蒜蓉 还有香菜 葱花 一起放进来炒香 再淋入一碗开水 加入一勺生抽 少许蚝油 然后淋入淀粉水 勾成芡汁 调好了淋到豆腐饼上面来 好吃的豆腐鱼花饼就做好了 做法很简单 喜欢的话可以试一下 也可以沾上番茄酱汁 小朋友是最喜欢的 小朋友是最喜欢的 我玩一个 按手 你走了 我来玩一个 我来玩一个 小朋友有什么 小朋友 有多好 我来玩一个 小朋友 我来玩一个 也不可能 我来玩一个 我来玩一个 小朋友 我来玩一个 小朋友 我来玩一个